衛福部長薛瑞源聽到郭台銘 昨天郭台銘講的話 我們有談有這個談到 那薛瑞源被媒體問到 這個郭台銘講的話 他反問說這是郭董講的嗎 聽起來很像是BNT的推銷員 這樣 結果郭台銘的反應激烈到 郭台銘今天說遺憾 廟堂之上朽木為官 殿壁之間禽獸實入 建議望執政者體民所苦 廣納建言 台銘上 郭師傅 用詞真的是重得一塌糊塗 這是對全部的公務人員 尤其是衛福部 最大的一個武力 你們這些人領薪水 欺負 我在猜 他就是在說薛瑞源 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這也衛福部的部長 有時候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 他現在郭台銘的意思是說 我跟BNT說好了 我跟他說要買三千萬劑 你現在不就 台灣現在沒有BNT的次世代疫苗 你不趕快買 我有沒有一個講法就是 你如果要訓打 你現在莫德納我都喘便便了 現在郭台銘的意思就是說 我我想要吃雞腿 現在另外這間炸雞店就跟他說 我這裡吃這個跟雞腿都賣好吃 但是他現在就跟他說 沒有了 傳好啊 我很煩惱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跟人家說好是你的事 也許他的起心動力 我都不認為他是不對啦 但是你總之去跟人家說 沒有順利的意義 沒有買BNT的次世代疫苗 你就說這樣 叫做欺負在那裡領薪水 這個對公務人的侮辱太大 但是這個捷骨眼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層次拉得這麼高 其實我看還剩幾個月 就是跟國民黨這個 總統初選的提名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我們現在逆風 我們現在比較弱的順順 他現在出來跟我們摘一下 有說了喔 他這感覺你看看也在想這樣 你看朱立倫也出來在想這樣 問題是說 郭台銘你覺得這個順順 就覺得無厘頭 你如果真的去養大營 你自己買單 今天如果政府委託郭台銘 說你給他買三千萬墊 你買到之後 我給我公升之後 政府我就一定買單 這不是 沒人拜託你 郭台銘現在選議員說 我現在就是總統啊 我說三千萬墊 你就要去買單啊 是 所以變成說 你這個權力已經超越了政府啦 我給他看他的富士康那裡 看中國那邊那裡 也沒疫苗 可以選擇 甚至於 批評到那邊那邊 沒有一個中的 所以這個捷骨眼 用這樣政治鬥爭的一個方式 哪怕他起心動念 不要說是為了他老母 他為了其他一般的民眾 我也覺得這樣也不錯 政府可以來參選 我們也不只買莫德納而已 也可以買一些BNT 頭前我們就不計前嫌 不然到現在不敢用台灣 還是用我國 他為了錢 他搞不好這個氣味 他現在都認 願意認 但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擬請原因是來自於 你自己去跟人說好三千萬 這個沒問題 郭台銘說 他有看到莊仁祥 莊仁祥就是我們指揮中心的發言人 他說莊仁祥說 台灣還有很多BNT疫苗 我有點納悶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問過北一的邱院長 他向我說 像我媽媽這個年紀 需要打的 他媽媽是97歲 需要打的是BNT的次世代疫苗 但目前台灣 應該沒有次世代疫苗 BNT沒有 他台灣有這麼多的人 都是接種BNT疫苗 如果要追加次世代加強劑 為什麼一定要增加換疫苗的風險 好 那莊仁祥說 我們有追加採購成人兒童幼兒 劑型總共766萬劑的BNT 目前三種劑型就是成人兒童幼兒劑 這三種劑型還有剩100萬劑 雖然是單價疫苗 可是它是可以作為追加劑接種 所以追加劑就可以當成次世代 不是一劑都沒有 而且從科學實證的報告來看 BNT跟莫德納的效果是一樣的 不相上下 莊仁祥說 至於次世代疫苗 政府早就跟莫德納簽約了 今年我們買了2000萬劑 明年又訂了1500萬劑 可以彈性換次世代疫苗 今年額度 也就是說這3500萬劑是可以彈性變成次世代疫苗的 今年額度還沒有用完 因此會以莫德納優先到貨 BNT的部分我們需要再研議 這個薛瑞源被問到說郭台銘的講話 然後他說這是郭董講的嗎 聽起來很像是BNT推銷員 而對於郭台銘批評 不要增加混打疫苗的風險 薛瑞源回應 我打四劑高端 能不能請高端重啟生產線 讓我打第五劑 意思就是什麼 意思就是高端不會再生產了 所以他得什麼 他得要去混打 說我們混打怎麼有要緊 請問一下兄弟 你怎麼看 其實混打不混打這個事情 我覺得台灣社會應該已經沒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過去的一年多 各種疫苗的好壞或者什麼 其實大家都討論很多了 我覺得民眾現在都完全可以接受混打這個事情 第二個就是說他這麼執著於BNT 其實在我看來很簡單 其實他也沒有隱瞞 他從頭到尾沒有隱瞞 因為他在十九號那天 他在那個台大那個癌症 癌症 癌醫中心 癌醫中心 他的演講 他接受訪問他就說 我當初 這個去年 其實是去年的八月二十九號 我們有報導過 對 有報導過 他那個時候他就說 我跟這個BNT高層 說我們還要再追加買三千萬劑 那他說 十九號那天他就講說 那我上次跟人家講說我要買三千萬劑 結果然後 然後現在人家BNT來台灣設立分公司 和我們永齡基金會一起合作抗 抗癌疫苗 但是他人家來設分公司 人家董事長問我說 那當初講的三千萬 還算不算數 那郭台銘說 可是現在選舉 選舉這個 過了 過了 換人 我也不知道去找誰 那人家這個當初 這個BNT對我們伸出援手 現在不可以一記訂單都沒有 我要幫他叫驅 他講的其實很簡單 而且我覺得很明白 就是說他對於BNT的執著 其實不是因為BNT 有什麼特別的要效 或者是說這個混打有什麼風險 而是因為他當初去跟人家答應了這三千萬 而且BNT現在已經變成他的生意夥伴 他現在等於是說 我答應我的生意夥伴要做什麼事情 可是我現在要政府來幫我承 扛起這個責任 那等於是說 我跟人家答應什麼 政府來幫我買單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為什麼要罵到禽獸呢 不知道吵什麼 我覺得薛仁人講得很正確 其實郭台銘他就現在的行為 他就是在推銷BNT 他就是在告訴大家說 如果政府不買BNT 政府就是草菅人命 就是不把這個人命當作很重要的 但是你講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你當然就是你確實是BNT的推銷員 雖然你我們一般講推銷員說 你中間會拿COVID-19 雖然你郭董沒有拿COVID-19 但是你確實是在幫你的生意夥伴 再推銷叫政府去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 當然就是那個專委員講的 就是郭台銘我認為他可能想要借這個事情 來在黨內或在總統選舉裡面 他要製造一個聲量 但是這個事情其實戳過來 那時候他想選嗎 他看他聲量多大 但是我看他現在聲量其實蠻大 老實講我也覺得為什麼台灣的民眾對這個事情會看不清楚 我看他的在臉書上面的這個按讚的數目 一下子都衝很高 一下子衝很高 表示 現在多少 我早上看的時候就有三萬 現在多少我不知道 我下午看的時候好像四萬多了 對 那所以就表示說他借的這個事情 他還是有一群他的郭粉 他還是有他的一群支持者 所以他借的這個事情確實是衝高了一些聲量 但是我覺得我們民進黨政府或者是中央執政官員 對這樣的事情你一定要勇於出來解釋 勇於出來講 不能夠讓這樣的這些錯誤的資訊再流傳 好